各位在这个温暖的周日午后 来这里参加我们的一个小小活动 幼稚新闻发展协会呢 可能在场没有 多数都已经熟悉了 那我还是简单做一个介绍 我是现在暂时在这个协会里 这个服务的联络人 我叫吴源辉 大概在场没有应该看过 不过不是在社会新闻里 我们主要是做两件事情 整个协会的宗旨 就是以推动整个新闻生态的改善 作为最重要的宗旨 那我们具体的目标是两项 一项是在教杂话稿的推动方面 另外一项就是在公民新闻的推动方面 那当然这只是两个主要的工作举程 我们还并且有办相关的工作坊 活动、证书以及其他各方面的事情 我今天就是我们每年一度 每年一度 这个跟我们WeReport的平台相关的朋友 无论能是提案人 或是赞助人 或者是参与者 任何一方面 我们都有一个小小的严重的聚会 因为我们是在四年前的12月3号 正式弄出了这个平台 WeReport 小达报的公众文是平台 所以我们就想当时每年就有这样的一个考虑 能够接着年终的时候跟他聚聚 同时也在年终的时候呢 我们也都每年推出了一本书籍 希望是跟这个当前的新闻生态有关 同时也对新闻生态希望能够起一点推动 跟这个促进这样的一个目的的统书 今年我们就出版了这本阿肖老师精心主编的新书 人家阿肖老师会现身说法跟各位来做个报告 那这是我们今天的新书法本会跟微博平台的一个聚会的 还有那在这个之后 我后面就没话可说了 那这个在场的我们有前任理事长 这个苏正明书理事长 还有我们李坚士在这里 有几位今天刚好有共同会来参与的 那当然其他都跟我们微博平台 和我们的新书有关 我们非常非常的节省热省的欢迎大家过来 那等一会他们就去主角 所以我们等一会大致上的程序会是这样 我们让微博平台现在的召集人 宋正大学罗斯宏教授来跟各位做一个算是小小的简报 让微博这一年来或者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 那接下来我们就会请陈顺孝老师阿肖老师 带来就这本新书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对他们每个朋友应该都有一本 所以如果您没有拿到的 记得我们是也会送一本 如果您要多买支持协会 我们也很欢迎 也支持辅导 然后这个咖啡跟茶 做主任最重要的在这里 等一下我们结束完 请大家不要立刻走 我们这边有些点心 欢迎大家使用 如果没有使用完 听说我们就很麻烦 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的这个 引用或者是使用个茶点 好我的话到此为止 再次欢迎 也谢谢大家的道理 我们接下来就请 卢爽罗老师来帮我们做微博平台的一个 介绍和报告 谢谢 好主持人呃各位在场的先进朋友